赵姑娘 快点儿 来来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这里是我家呀 我自然在这里 往里边 镇北侯府是你家 是啊 那镇北侯是 镇北侯正是家父 那你父亲为什么会去镇守丹蚩啊 丹蚩被灭 我父亲授封镇北侯 凤凰命前去管理丹蚩 镇北侯 就相当于以前的丹蚩王 自然要亲自领军 管理自家的土地了 你刚刚说什么 丹蚩被灭 九公主不知道此事吗 半年前 太子殿下就和李承燕 攻打丹蚩 现在丹蚩 已经归豊朝所有了 那丹蚩王呢 丹蚩王 这我就不知道了 兴许是战死了吧 九公主 小姐 我听宫里的人说过 太子灭丹蚩的事情 不让任何人和九公主提起 怎么可能呢 她是西州公主 又是来和亲的 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呢 这婢子就不知道了 听说这九公主和丹蚩 是沾着惊的 听说她们西境通婚 确实是不怎么讲礼数 管她呢 反正现在 我们又不是宫里的人 不必守那些规矩 再说 我说的又不是假话 小姐说得是啊 你干什么 这是真的吗 什么是真的吗 疯了你 丹蚩被豊朝灭族 这是真的吗 我问你是不是 是 是 是你带军队去的 我阿翁死了 我阿翁死了 是你杀的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小枫 丹蚩跟你有什么 深仇大恨 我阿翁跟你有什么 深仇大恨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铁大王是你的阿翁 也是我李朝的宿敌丹蚩王 两国之间交战 不是你想的恩怨情仇 那么简单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踩着丹蚩人的白骨 登上你的东宫之尾 就想借此除掉李承鄞 当上你梦寐以求的太子 你卑鄙无耻李承鄞 你说什么呢 随便你这么想 我只是在战场上奉命 做我该做的事 我现在就回西州 我现在就回西州 找我阿爹退婚 我不要嫁给我的仇人 小枫 小枫 你父王 你父王如果答应你退婚 又何必千里迢迢 把你送来这和亲呢 你想过没有 你以为你父王跟你一样 到现在才知道 丹蚩被灭一事吗 你父王 我不管 我 我 我不要嫁给你 小枫 我不要嫁给你 你听着 西州跟李朝联姨 就是为了能求得 李朝的庇护 西州如今的国力 能够在边境制衡踏国 能够有如此的太平稳定 都是因为有李朝这层关系 你以为这一直会约上 写的是你和我两个人的名字吗 你错了 那上面写的是西州和李朝 你想清楚 想清楚 你知不知道丹蚩被灭族的事情 你知道 你知道啊 你和阿爹都知道 然后把我送到李朝来 让我嫁给杀了我阿翁的仇人啊 好 怪不得阿爹一封信都不回我 从那把我送来恒亲的那一刻起 我就不再是他的女儿 我就是李朝的一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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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那你呢 你把我骗得好才啊 阿渡 我那么相信你 我那么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瞒我这么久 你要等我嫁给他 让我后悔一辈子吗 好 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你走吧 阿渡 走 你走呀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对不起 对不起 阿渡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阿渡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明知道你心里苦 你一定和我一样 是被蒙在鼓里的 是被蒙在鼓里的 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 对不起 阿渡 我让你陪着我 来这边 回不了家 然后 你还不可以说出来 即使你心里比我苦 即使你心里比我苦 我怎么能没有良心地责备你 对不起 阿渡 不是我不好 我 姐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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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想嫁给丽承意 我就是不想嫁给她 我 阿渡 阿渡 我问你 瑟瑟是何时见到九公主 告诉她丹蚩一试的 末将失职 那日九公主突然去了鸿鲁寺 末将大意 没有及时护送九公主回宫 按现在情况看 九公主应该是在哪里 听到了丹蚩王的消息 便寻了去 才碰到了赵家小姐 也是 之前并没有人告诉瑟瑟 不能告诉九公主丹蚩一试 只不过过几日我就要与小枫大婚了 现在她知道此事 我以后怎么面对她